自称恭敬心归于三宝 世家谋仪佛 那么本师世家谋仪佛 那么本师世家谋仪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主上善人 我们虽然还没有到 真正很有智慧 或者真正能够解脱 但事实上 我们只要心静下来 其实我们本来就很有智慧 我们只要心静下来 你本来就解脱 你为什么没有智慧 心不够清静 为什么不解脱 心在那边造作 所以既没有智慧 又不能解脱 那我们事实上 本来就具足如来智慧得相 本自具足 本来就具足 这是佛说不是我说 但是佛说的话 你都不相信 你只相信你想相信的 佛说的话 那是佛乱讲的 是佛讲的那个 跟我无关 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人 讲的话 你都不相信 那你有没有智慧 当然没有智慧 你为什么没有智慧 我在那边做怪 我吃我健在那边做怪 当你把这个火放下 或者先把它摆一边 先放下 然后听听佛讲的道理 你会觉得真的太有道理 接着下去 真的有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有 业障习气在 所以有时候 拿不出来 你知道那个道理 但业障现前的时候 拿不出来 那请问是你没有智慧呢 是什么造成你拿不出来 业障让你拿不出来 那业障靠什么来产生呢 靠我们的习气来产生 你若用清静心 业障永远没机会 不是那个因果不会成熟 而是因果成熟的时候 不会变成业障 为什么会变成业障 这时候你那个业 又跟那个静相应了 所以就变成业障 那你若用清静的心 你会照见因果 不是业障 他对我误解 照见因果 因为我以前曾经误解他 我常常爱误解别人 所以别人误解我 理所当然 但我要怎么离开 不被误解呢 我从今天开始 绝不误会别人 我一想要认为是什么 认为是什么的时候 不要再去探导 那是不是事实 我们常常会患这个毛病 我要事实才相信 那问题是 你看到的事实 都是你的业障 你以为是事实的 都是你的业力 你认为这个才是事实 你认为这个是事实 所以那不是你的业障 业力是什么 所以佛法跟一般世间的学问 是完全两码只是 他既可以讲得很清楚 又可以超越他 而我们现在是 一讲清楚就执着 就一定要这个样子 不能不是这个样子 那就所有的真理 所有事实 都变成我们的束缚 就把我们绑住了 因为只有能这样 除了这样都不对 不是把你绑住了吗 那问题是 只能这样吗 谁告诉你只能这样 拿什么来证明只能这样 他本来这样吗 本来不是这样 现在这样就代表 他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暂时的存在 不是本来应该这个样子 天底下没有 本来应该什么样子 我们这样讲 就以伦理道德来讲 小孩子孝顺父母亲 这个当然有道理 怎么可以不孝顺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小孩子被孝顺 孝顺了 父母亲认为小孩子 孝顺你 理所当然 那两个都完蛋了 两个都完蛋了 很明显的 这时候 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比来孝顺你更重要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把孝顺拿掉 小孩子也应该把孝顺拿掉 赶快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有价值的事 所以我们做懂道理 不是这样子叫不孝顺 这个叫抉择会 我现在能孝顺你 那个很有限 但我那件事情 我现在不把它做好 我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时候你当然要 掌握那个机会 所以只有智慧 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弄对 他同时做在该做的事 那什么叫孝顺 让父母亲以你为荣 那是真孝顺 要怎么样让父母亲以你为荣 天天扒着父母亲不放 叫做以你为荣吗 我一出去我一看我小孩子多孝顺 一天到晚都在照顾我 这样你会以他为荣吗 当然不会吧 小儿子有小儿子的虔诚 小儿子有小儿子的愿力 不要变成你的业力 不要被你控制了 所以只有佛法 才能真懂道理 真解脱 真圆满 我们世间的这些伦理 当然不能说它不对 但那个都是小智小慧 小的格局 那你根本就解脱不了 而且怎么都不可能做得圆满 你说什么叫孝顺 你说什么都听你的话 叫孝顺吗 我们就拿这个来思考一下就好 你根本就没有多少智慧 怎么会要求小儿子听你的话 你要小儿子听你的话 就已经证明你没智慧 所以什么叫孝顺 大家能不能想一想 所以真正懂佛法 才能超越世俗里面的这些 所谓的相对的真理 它不是绝对的 相对 既然是相对 就有层次的问题 有因缘的问题 我们常常讲说 转小校为大校 你一样 比如说你小孩子 他现在是什么职位 他担当多重要的事 你还能要他关心你 照顾你吗 他要关心的是整个国家 整个人群的事 你还要占为己有 当然不行 那就是因为你这样子 他已经掌握了更高的层次 你才会以他为荣 如果小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还听你话 那不成气 不成财 但是不是要他不听你的话 他要去做更重要的事 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所以每一个人要成就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他付出多少就成就多少 他付出多少才会成就多少 所以发福利金很重要 为大众发心 为大众服务很重要 因为只有大心才会大成就 如果你一辈子都只是照顾你的家庭 只会把家里里面的人安顿得好好的 那会变成很自私 会变成格局很小 但反过来讲 当你能够喂大众的时候 你一定会把你家里的人照顾得好 因为家里的人也是大众之一 我们现在有点本末导致 讲空话 不想做 就说我要去哪里当志工 他根本就不想做家事 拿这个当理由而已 所以很多东西 你可以去当志工 那你家里面有没有整理好 总是要先 好了 我们说你是很伟大的志工 你敢不敢要人家到你家 根本就不能看 这样可以吗 这样当然不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要内外如意 我们刚刚开始是用那个大的来取代小的 但事实上呢 真正佛法 什么真正佛法 根本就没有大跟小的分别 那为什么没有大跟小的分别 随时运用你的绝招力 才会没有大跟小的分别 你如果用你的意识分别心 永远是有大跟小的分别 我做家事没有功德 我去当志工有功德 当然我要功德 这个就用分别心来的 那你用绝招力 我家里面这边很脏 不庄严 我就把它处理出 用绝招力 用你的智慧 随时做该做的事 而不是丢掉该做的事 去做那些本来不属于你的事 那个叫妻婆 本分的事都没有做好 一天到晚管人家怎么样 一天到晚想要帮忙别人 那个叫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很麻烦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基本修行就是要先 关照我们的五蕴 自量其力 看看我们的身心能干什么 一定要了解自己 才能展现自己 如果对自己都不了解 你的长处反而都被你掩盖了 你的缺点反而被你强化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永远都是在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 先了解自己 先跟自己做朋友 要能够了解自己 才晓得我的优缺点 要跟自己做朋友 才能够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我说做朋友 一天到晚害他受苦的 当然一定要跟他分享 有苦 有难同当 若有乐一起享受 有福同享 这个就是做朋友的基本要求 那一样的 我们要跟自己做朋友 你会去招恶业吗 因为招恶业 虽然现在可能很爽 但有报的还是你 受报的还是你 所以你怎么是跟自己做朋友 跟自己做敌人 所以这个一定要了解 那佛说法说半天 其实还是在讲因果法则 我们了解如是因如是果 你在造因结缘的时候 你才会很谨慎 而不是只是一味地想要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问题是你要怎么样 你有没有那个条件 要怎么样才有那些条件 所以还是要深信因果 了解因缘果报 要造什么果 知道什么因 什么缘才会有那个果 你修行就积极这些因跟缘 具足了果就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都不是 一心想要得到那个果 那因跟缘都不探讨 那会有果自然会天上掉下来吗 没有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 所以深信因果就是明辨因果 明辨因果的目的 就要善用因缘果报 就善巧的去掌控它 你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 这个叫如实如理 而不是只是一心想望 一心想要怎么样 希望怎么样 因为希望故 希望就是欲 因为有欲故 所以就造作 就受苦 就起烦恼 所以你可以随便要什么吗 好 你要什么 你怎么样才能要得到 当然就要了解因缘果报 才要得到 你要那个果 你的因在哪里 你的缘在哪里 因跟缘都没有 怎么会得到果 那不可能的事 所以佛法真的是真理 这是讲因果 不是在讲空的因果 而是讲实相的因果 而我们又可能又会误解 既然是因果 就没有自信 那问题是 没有自信 有没有因果 有因果 没自信 所以千万不要 以为说 我懂得空 我就能解脱 没有 你要空得掉 也要因跟缘 都已经散了 都已经解决了 因跟缘如果没有解决 果总有一天还是要出现 不是你要跟不要 这个才是真理 所以空性绝对 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叫断灭空 不是真的的空性 既讲它是空性 那就有有像 才需要讲空性 那有有像 就是有因果报应 所以 我们要真的正知 正见 有正确的理解 你才能够修对行 那个观念都不清楚 你怎么修行 观念是要引导你的行为的 你没有正确的观念 怎么会有正确的行为 行为会自己产生吗 行为是你的起心动念 造成的 你的起心动念 是由你的观念形成的 所以如果没有 没有正知正见 你修不了行 所以不要急着修 不要急着修 先把观念理清楚 才能够真的修 观念不清楚 修没有用的 盲修瞎恋 越修越离谱 越修离那个解脱 智慧越远 因为你心里面只是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我求什么 然后透过求 要求佛菩萨 佛菩萨如果能够 是给你所求的 那就没有因果 对不对 佛菩萨是引导你 身心因果 然后在因果里面 去好好的掌控 这个才是真正佛 佛菩萨是一个 尤其佛 是天上天下的导师 就六道众生的导师 什么叫导师 导师是指导者 他不是万能的上帝 这导师很厉害 是他很会教 很会引导学生 去做学问 不是导师很厉害 就变成保证班 你都不用学 你只要跟 做我的学生 就能够上台大 没有那一回事 老师再厉害 还是要学生肯学 真正的学 才有用 那佛陀当然是 无上正能正觉 问题是 我们学他的 那个觉吗 你没有无上正能正觉 当然你要学他的觉 学他的那个 觉照例 学他的对因果的深信 学他的 诸相 飞相 学他的飞相 可以成诸相 我们现在都讲一半 若见诸相 飞相 几见如来 你会不会倒过来 你如果见诸来 你就可以 从无相变成有相 你有没有懂 这一层道理 你都懂这一层道理 就代表你整个懂 从那边过来 你也懂 从这边过去 你也懂 你晓得缘起信空 你懂不懂得 信空缘起 所以 现在我们 学东西都学半调子 那学半调子 还不如不学 因为你以为半调子 就是全部 抓着这个不放 那当然就永远不会真懂 如果我晓得 我学半调子 先把这个学好 后面那一半调更重要 更难 以后才学 你如果懂这个道理 OK 不要把那个半调子 给全部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深入经常 因为每一部经典 都是对某一种根气的人 所以怎么讲都讲不圆满 每一部经典都讲不圆满 不是佛没有圆满的智慧 而是听的人 没有圆满的智慧 佛只能如是说 叫对机说法 既然对机说法 就被机绑 就被那个条件 这个根气 就范围了他能讲的东西 所以能够得少为主吗 能够看哪一部经 佛就这么说 他这个已经完全都在里面了 没有 如果哪一部经有 那佛也不用六百卷 波折 如果一部就能够把波折都讲完 也不用六百卷 如果一部就能讲完 佛不用讲十二部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他为什么要讲十二部 你抓住一部就代表 你懂它全部吗 那你比佛伟大 佛要十二部才能够把 还没有讲 讲圆满 我会很清楚地讲说 他讲的就跟老鹰 脚枣上能够带起来的泥土 一只老鹰虽然那个枣很强 他能带多少泥土 但他没有讲的就是大地的泥土 所以他能讲的只是一点 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虽然讲这一点点东西 这枣上的泥土 他跟大地的泥土无二无别 不是少不是多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究竟是一 所以叫一针法界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这部经不能入一针法界 每部经都可以入一针法界 但是你一定要根气对 方法对 修持对 我们现在说根气也不对 修法也不对 那修的内涵都不对 然后就想得到那个果 也就本来不可分 好不容易对积分了这样 好像对你有用的 结果你就又把这个打破了 什么叫把它打破呢 本来平等性的 本来平等不分别的 为了针对你的机 所以我说出了 最近好像都有警报 这个警报 是对我们一种训练 你的警觉性 但是做多了以后 真有问题的时候 就跟那个狼来了一样 弄几次假的 这个大概也是假的 真的发生的事情 你就没反应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如果业障现成 你反应也没有用 你如果业障没有现成 你都不反应 还是没业障 这个叫佛法 这佛法跟世间法不共 就不共在这边 那他又共世间法 你要保持绝照 随时保持绝照 就是真正的现观 真正的现观 就是现前的去观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提高警觉 你都会知道 要怎么反应才对 而不是在那边紧张 一听到这个 然后就前身紧张 那个地一开始摇 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紧张得不得了 你要 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修止观 灵为不乱 什么 我心里面有佛在 我跟佛同在 我不需要恐惧的 是这个道理 不是阿弥陀佛 真的能救你 你用恐慌的心念 阿弥陀佛 也不会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 要一心不乱的念佛 不是用恐惧的心念 那个不对的 你那个恐慌 让你身心在那种不自在 没有绝招的状况下 所以 我们不是要去 说什么对 什么不对 是要把所有的东西 它到底在讲什么 尽量地把它讲清楚 让你不要误会 不要得少为主 不要邪见 以为是正知正见 最主要是这个样子 其实说法 深入佛法 最大的意义 也是在这个样子 怕我们的理解是错的 尽量地把我们的理解 都慢慢地 错的地方能够看到 能够解决掉 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入 佛法 深入精湛 深入实相 佛说一切法 为之一切心 那么一切法 由心生 所以你要认识一切法 重新入 因为 法就在你心里面 你不从心里面去找法 去研究法 哪里有什么法 没有 那在现在的世俗里面 认为外面的色生相 为处法 都是法 反而一切相都是法 都是实相 而佛告诉我们 刚好相反 反而一切相 就是虚妄 你看差别多大 那问题是 一切相 都是虚妄 是要你否定一切相吗 不是嘛 睁着眼睛 说下话 反而一切相 就是虚妄 是告诉我们 不要着相 不是要你否定相 不要弄错 千万不要弄错 要你不要执着 不是要你否定相 现在因缘都具足相 怎么能否定 连改变 你都没办法改变 你怎么否定 要你不要执着 你只要不执着 等一下他会改变 你不要执着 要他改变 那就不能变 你希望他变 那不是颠倒妄想吗 当然就产生痛苦 这个人 从对面走过来 我心里面 看到这个人 我就不舒服 心里就不高兴了 这是要改变什么 叫那个人不要过来 叫你不要往前走 赶快改变你的想法 带着笑脸过来 你心里面还不愉快 不是你颠倒妄想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切都是我的错 只要有烦恼 通通是我的错 我把别人看成什么样子 都是我的便际所值 我认为哪一个人 是什么样子 都是你的便际所值 一定要先懂这个道理 你才开始能修 如果还是以为自己 看到的都是真理 以为自己认为的都是对 那你真的是 不要说学佛 你连做一般的人 你都没有条件做好 因为一般人 都没有你那么固执 一般人都没有你 那么会分别 一般人都没有你 那么会无中生有 所以真的 学佛要真正学 要懂得 懂得才能够慢慢地 透过学佛 得到学佛的好处 就越来越有智慧 学佛就是慢慢让自己有智慧 不是还没有学佛 就认为自己有智慧 都还没有修 就认为自己已经修得不错 如果是这样 那就没救了 就没有救 所以 我们再讲个故事 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佛 那时候 有几个大国 很多小国 两个比较大的国家 一个叫做摩基头国 摩基头国 就是 还有一个焦煞楼国 这两个国家 是那时候比较大的 其实 释迦牟尼佛 其实还是他们附庸国而已 什么叫附庸国 要靠他们保护 要靠他们保护 那这两个国的国王 其实都跟释迦牟尼佛 很好 年龄也相当 那其中一个 当然被他 阿都世王 被他儿子干掉了 那阿都世王 这个家伙 就是因为跟 那个 提波达多 两个合在一起 两个都有很大的野心 而那时候的 所有国家 跟国家之间 几乎都有 姻亲关系 也就是几乎 都有亲戚关系 那这个阿都世王 他因为野心薄薄 连他爸爸都敢干掉了 他还不敢干 你这个叫舅舅的 所以他就 找机会要去 把小国吃掉 然后把大国偷袭 那因为他里面充满着 这样子的野心跟邪贱 所以他造了很多业 那我们一般讲说 姜还是老的辣 所以他的舅舅 大家晓得 这个外甥实在是 野心太杂了 而且都完全不晓得 这伦理道德 然后一心想要 扩充自己的实力 所以有一天 他就 因为他的国家 这个舅舅的国家 也被这个外甥 给占领了一部分 那他当然 长辈吧 他跟其他小国家 也都有很好的关系吧 所以当然就 联合八国 八国联军 然后等这个阿都市王出去 侵占别人的时候 当然家里面就空虚了 就承虚而入 反而就把阿都市 这个国家 占领了一大部分 然后就等着他回来 等着他回来 就把他活着 那当然这些小国 好不容易吐一口气 以前都是被 这个阿都市王欺负的 所以这时候又 因为 因为有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叫 交萨楼国 交萨楼国 就是波斯逆王 因为有波斯逆王 一呼百应 所以他得到机会 就讨回公道 那当然就不想还回去 那我们晓得 这个波斯逆王 他是跟佛陀 他是佛一个很重要的 供养主 跟佛相当好 对佛法深入了解 所以他就 听佛的话 听佛的话 听什么话呢 佛告诉说 你对别人好 人家就不会对你好 你去侵略别人 你惹恼别人 你侵占别人 到最后一定会 被侵占 被惹恼 这些基本道理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 都懂了 你学佛都这么久了 而且人生历练 我虽然不是最长者 也快七十岁了 所以 其实人生历练都够了 但是 我们人生历练够了 你有没有智慧跟着增长 还是越来越固执 还是越来越医劳卖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活这么久 就白活了 就白活了 活这么久 是要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 看事情看得清楚 越来越不执着 是这样才对吧 但是孔子也讲得很清楚 人老了 皆知在得 因为想说 我能用的不多 所以能用就尽量用 多多益善 这个是凡夫 我们学佛的人 刚好相反 我能用的不多了 所以尽量舍 让这些需要人多用 我能用的不多了 这个就是实相 这个就是真理 而不是因为 我能用的机会不多的时候 我尽量多多益善 那个就是人的一种不安全感 其实没有多久好活了 希望能够活 永远不死 然而佛接受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老病死 所以要因应生老病死 去做应该做的事 差别很大 一样都是生老病死 学佛的人 因为生老病死而解脱 而没有学佛的 因为生老病死而起烦恼 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学佛道理有增加什么 就增加智慧而已 不是让你学佛以后 变成不生不死 什么叫不老 要常乐我尽 莫名其妙 所以真正的学佛 是面对这些真理 这些必然要出现的 你不起烦恼 不仅仅不起烦恼 因为你不起烦恼 所以你有智慧 你有智慧 能够善以反应 应该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做 那行所当行 直所当直 你心里就不会不安 你无所求 你的现前该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不是为了明天 我今天要做什么 所以 现在很多的佛法 其实都是相似佛法 相似佛法叫什么 未来适而求 那叫相似佛法 真正的佛法 当下保持绝照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叫真正的佛法 真正佛法是限量的 现前的是真的 过去的 未来的 那是比量 那是你想的 你想理所当然 我现在做好事 后来就会得到好报 当然因果上是有道理 当然是一定这个样子吗 什么时候 那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做好事 得好报事 是必然 但什么时候出现 不必然 所以你为他干嘛 什么叫行所当行 我晓得 我该做对才对 所以我就要把他做对 不为明天 你把他做对 那个善果会因为 你不计较不出现吗 不会啊 该出现它就出现 但是你不用等待 你不用期盼 我现在做对了 我期待什么时候会出现 你没有那么期盼的心 但那个果也不会 因为你不期盼而消失掉 这是你做了心安理得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佛法是让我们 随时安心的 实施用对我们的心 不是为了求福报 不是为了要去 希望解恶世界 佛法是 要你随时保持清静的心 用清静的心来面对一切 当下心静则国土静 你若能够把心弄清静 还怕没有净土 奇怪了 你若心不清静 还期待有净土 更奇怪了 完全不相应 所以该怎么修 其实很清楚 其实是很清楚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 真正的佛法 这个叫疗愈佛法 实相佛法 完全讲 真正的道理 不是讲相似的道理 你来世 那不是变成佛在说 人一定有来世吗 佛有没有告诉你 你一定有来世 有没有来世 是你的观念 你的业力在决定 不是一定有来世 如果一定有来世 那我们生命就永远不灭了 意思也就是 你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了 你永远没办法解脱了 而实相里面 本来都没有我 哪有来世 连我都没有 怎么会有我的来世 所以你若停留在 我的延续 那就在轮回里面 你不是真懂佛法 你真懂佛法 就想说 根本就没有我 没有我还有来世吗 没有我会有痛苦 有烦恼吗 所以 这个才是真佛法 最怕就讲相似的佛法 相似的佛法 你永远不能解脱 因为拿你的矛 攻你的盾 我就拿你说的道理 就把你打得 你根本就没办法回话的道理 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所以 还是 要懂真正的佛法 才能真受用 如果懂相似的佛法 是好像有用 但是那个用不究竟 那用只是暂时 你有信心 有一个皈依处 就有一个依靠的 让你当下心安 但真正的心安 有依靠 心怎么能够真正的安 请问 当然我们要上皈依 但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生 佛在哪里 哪一个法 生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实相 皈依佛 是皈依随时保持绝照 皈依法 是随时保持正念 皈依生 不矛盾分裂 它是一个实相的皈依 这个实相的皈依 当下就有一切假相 因为这样子的实相 有它的因缘 所以你在一切境界里面 你都可以提起绝照 提起正念 提起不分裂 不矛盾 那痛苦在哪里 轮回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 这个才是政治正见 这样才能真正保证 你能解脱 我们现在是在不解脱里面 然后不断地用错的方式 想要去找解脱 永远没得 我现在怕得要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救救我 这样能解脱吗 那真正的实相是什么 赶快回来 我到底在怕什么 是谁在怕 是怕什么东西 为什么怕 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你才能真的没有恐惧 所以没有照见五印 没有照见五印皆空 能够解脱一切恐惧烦恼吗 不可能的事 所以 要整个翻转 才能解脱 你若不是整个的翻转 还是在夜历习气里面 在顺水而流 流半天 还是一样 轮回了 一定要挣脱 那这个其实 佛经里面处处都有这个讯息 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些 讲不了意好了 不了意经典 就是里面理论不多 但事实上 那个事项里面 其实就在跟你暗示那个道理 而我们现在是 不误去研究 他所要暗示 所要呈现的道理 结果就被这些名项 整个抓住了 相信他有了 相信就这样下去就对了 一文不一意 一不聊意 不一聊意 那这个当然就学 学办案不是没有用 他那个用途不大 只是暂时安慰一下你的心 好像心有一个着力点而已 不是真正的懂得实相 如果真正的懂得实相 那心为什么要安 要如何安心 心若有一个寄托就安了 问题 心所寄托的 它是一个缘起 是有无我的空性 是依不得的 心可以依的东西 都依不得 怎么安心 这个真的是要 去好好的思考 那不能够安理心的安心 你就把它排除掉 我心又有所依赖了 要排除掉 就好像 我们简单的说 譬如说 我现在发生什么问题 那 一般没有能力的 就赶快手机拿起来 赶快叫人 赶快求援 求助 那 即使你所求的对象 是大有能力者 那意识打不通 这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更慌 虽然它有大能量 问题 现在你打不通 现在你能自救 到底是什么 赶快让你心静下来 不要慌 不要乱 那这里面 当然就有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 比如说 我好好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这是方法之一 我现在赶快来观呼吸 是方法之一 但 很明显 这个都只是方法 这个方法都不究竟 都还有所依 真正的方法是什么 实相的方法是什么 知道 五蕴皆空 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我存在 哪有我的生死问题 哪有我的烦恼 哪有我的危险 你为什么危险 因为有我 所以有危险 当无我 危险在哪里 危险 由你的分别心 执着心而生 这天底下 哪有什么危险 只是一来一去而言 变来变去而已 所以 什么我们都守不住 包括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们也守不住 哪一天 突然怎么样就 所以我们 用现在话来讲 我们有使用钱 没有所有钱 那既然你有使用钱 你为什么不好好使用 你没有所有钱 你为什么要抓着不放呢 这个就是重点 我们有使用钱 我们没有所有钱 那如果能这样的话 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使用钱 你怎么样好好去使用它 我们有五蕴 我怎么好好使用它 不是五蕴是我所有 所以我要占有它 我一定要怎么样服务它 没有 你最大的供养 最大的服务 就是善用它 就好像我们 对父母亲最大的效养 就好好的 把你的能力 给展现出来 这个最重要 因为你的成就 就是它的成就 你自己都不成就 你怎么说 你很孝顺 很什么 它 看你 不成财 不成器 它怎么会有 觉得你很孝顺 所以 这个如果理清楚了 很明显 你尽心尽力 去做你最 该做的事 就是对父母亲 最大的回报 那学佛也是一样 不是要你一天到晚 念阿弥陀佛 念南无古鲁备 不是要你 真正的把你的能耐 表现出来 所有供养里面 依法奉行 就最大供养 法供养 是所有供养里面 最大的供养 那什么是法供养 依着真理而行 如理作律 作义 如理而行 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个就是真正的依法 修行 依法供养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 如果能这样 我们慢慢的 慢慢的 你都会善用当下 因为这一口气没有了 这一瞬间过去了 不会再回来 所以一定要 现关一切都是武昌 掌握现在能掌握 不要期待明天 不要期待来年 更不要期待来世 你现在都不能掌握 来世一样不能掌握 你现在就学好掌握当下 有没有来世 如果有来世 你一样能够掌握 所以这一世 学佛最重要 就能够掌握当下 这个太重要 掌握当下 当然要掌握就要先觉照 所以觉知当下 要先训练觉知当下 不是 那个 有觉知就不是用意识 不是想要怎么样 不想要怎么样 而是你那个觉知 随时保持第一念 第一个觉知 第一个觉知是第一 透过意识是第二 然后再用 想要怎么样第三 所以越来越 离开史上 越来越 落到每一个意念的想法 都是你的业种子 起现形 所以又落到业力流里面去 妄想流里面去 所以想越多 越离谱 赶快去做 不要想而不做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想半天 我现在心不清静 等一下我念佛静坐 我心会清静 没有那一回事 因为 心清静 就不打妄想 心就清静 你现在赶快不打妄想 不要期待 等一下我好好做 会不打妄想 你为什么能打妄想 你做不了主 所以打妄想 你为什么做不了主 你不晓得谁是主人 所以你做不了主 那既然妄想 只是妄想 他不是你 不是主人 那他打妄想 有什么关系 是他在打妄想 又不是我在打妄想 这不是不负责任 是刚开始懂一点点道理 刚开始懂一点点道理 就是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你第一个觉察到 是他在胡思乱想 不是我在胡思乱想 他 所以你就不被他主宰 不被他左右 这时候你就自在了 他虽然在胡思乱想 但是我如如不动 这时候你开始能做主 而是我连这一层 你都修不到 也懂不了 你怎么修 他在打妄想 你一天到晚找他麻烦 他找你麻烦 你找他麻烦 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 所以 这个是佛法里面很恶要的 但我们 学半天 这一点点道理都不懂 一天到晚都用意识流 想要修行 修半天是他在修 不是你在修 他是谁 他是轮回报应 就我们的意识流 就是轮回报应 永远解脱不了 而奇怪的就是 你相信他 但是你不相信 你本来有一个清净的心 本来你的心是寥寥分明的 你的心对一切色圣相位出发 是平等照见的 从来不起分别 一起分别就落到意识里面去 一起分别就落到习气业力里面去 那你还不愿意跳出来吗 还放不下习气造作吗 因为你不懂 你如果真懂 都不可能那样子 所以弄半天没有真懂 没有真懂就忙修下链 你修什么 你到底来修什么 修半天 真的是越来越自以为是 越来规矩越多 越来越以为非怎么样不可 一定要怎么样 你只要有这种想法 都证明你不懂 一切法都没有我了 还有一定要怎么样的吗 所以当你认为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 这时候唯一救你的方向就是 千万不要以为一定要怎么样 放下放下 不要一定要怎么样 我现在一定要做什么 放下放下 你从小都在犯这种毛病 我一定要做什么 结果你什么时候做对了 做到现在你一定要做什么 哪一件事情做对了 没有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不安 现在一定要怎么样 等一下一定要怎么样 现在的一定是等一下被否定的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你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就不会执着了 没有执着的时候 当下就是轻松的了 轻松就禁就解脱了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就紧张了 非这样不可 你就把自己抓死了 你越一定要怎么样 你越痛苦了 越一定要怎么样 烦恼越大 越紧张了 所以解脱就是不要紧张了 你现在明明让你紧张了 你还不放掉 我要生气了 我要生气了 我一定要生气 就越来越紧张了 就越来越紧张 我要生气 我生气没有用 不要生气了 就开始不紧张了 那生气就不见了 那造恶业 生气以后必然造恶业 那造恶业也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解脱自己 解救自己 不要靠别人 靠不得 靠你的绝照 靠你对佛法实相的理解 其实佛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绝对没有末法 末法是你认为自己愚笨才有末法 你自认为自己愚笨才有末法 那为什么自己认为自己愚笨 自己认为自己愚笨不是便记所值吗 便记所值你若执着 我很聪明 还有点旧了 你执着你很笨 那你就完全没救了 就完全没救了 所以为什么会去执着末法 我也想不懂 我也想不懂 有什么末法 法 在时空里面 它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有什么白法跟黑法 有什么贤结跟我们这个所谓黑暗结 其实就是共生 众生的共业之间 慢慢地都告诉你 这是末法时代 大家都被催眠了 我们活在末法时代 那真末法了 那是末法吗 因为你已经开始不用你的智慧 你已经相信这个时空是真正的存在 这是五轴二世 请问现在哪里是五轴二世 你告诉我 现在为什么是五轴二世 国土为翠 哪一块国土现在崩落 有业力的才会 就那个业力显现的时候 业力成熟的时候才会 并不是所有东西 所有时间都是污染的 所有什么都不自在 不是 所以千万不要 不要被这些错误的之间引导 不是我们要否定它 也不是要你否定 要你限关它 什么限关它 现在真的引诱力很大 因为引诱很大 所以我不能被引诱 提高警觉 那就是 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引诱的原因 但是我不被引诱 再多都引诱不了你 那请问是末法还是正法 那是什么让你是正法 你提起正念就是正法 你提起正知见就是正法 你一提不提起正知见 不提起正念 当下就是末法 尤其是起那种负面的想法 那更是末法 即使现在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到他不能教化的时候 但是你已经在暗节里面 现在这么多人 学佛的有多少 对不对 学佛的有正知见的有多少 当然是暗节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错的 但即使是暗节 有智慧的照样有智慧 但是谁决定他有智慧 懂得找智慧就有智慧了 那智慧在哪里 佛说就在你的心里 你不在自己的身心里面去找 你去哪里找 往外找 找错了 就是没有智慧了 你听佛的话 照佛教的去做 你就有智慧了 所以佛真的是导师 他不能取代 那佛的智慧 也不能被其他的取代 当然现在我们科学也越发达 哲学也越发达 论述能力都越来越强 所以把很多佛法 用现在的世俗的法 去把它论述 结果论半天 常常是误导 常常误导 因为你穿着互惠了 你把它本来完全 不受束缚的 你用一套理论把它绑住了 所以要小心 弘法立生 不是要自己变成一个很伟大的论述者 没有 是要把它里面真正的道理讲出来 你自己不被俘 也要透过你的引导 让别人不被俘 不被绑住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 佛法的论述者 我们说数而不做 现在很多呢 虽然莫名其妙 还以为他自己比佛头伟大 你看现在很多人 都说自己是谁谁 来视线 那个很危险 那你若相信 佛你不相信 你去相信一个会吹牛的人 那证明你真的是活在梦法 就是你完全没有智慧 没有哪一个人会比佛头更有智慧 否则佛头就不教 无上正能正觉 他上面还有比他有智慧的人 他就不教无上正能正觉 好 反过来讲 我如果认为 我比哪一个人有智慧 那我就会没智慧 这层你有没有推出来 你很明显还在跟你们要较量 而且你较量是不会跟你讨论的 不会跟你反驳的 你说你比佛有智慧 只是字铺其短 佛不会说你没智慧 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有智慧 自以为有智慧不是遍迹所值 还是什么 所以真正的修行是慢慢的 都能够如实如理 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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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以为是 所以真正得到一点点智慧 他是越来越解脱 越来越潇洒 越来越肯为众生服务 就是尽量去做 而不是以为自己很行 那没有多大意义 好 我们继续看 请大众翻到二十九页 佛告幽伯仪 如行夜 为魔节问及 幽伯理白佛也世尊 我不堪任夜 比问及 所以者和意念习者 有二比丘 犯律行 以为此 不敢问佛 来问我言 为幽伯理 我等犯律 成以为此 不敢问佛 愿解一回 得免思救 我即为其如法解说 使为魔节来 为我言 为幽伯理 无众争持 二比丘罪 单直除灭 勿扰其心 所以者和 比罪性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如佛所说 心够故众生够 心静故众生静 心亦不在内 亦不在外 不在中间 如其心 然 罪够亦朗 诸法亦朗 不出于炉 如幽伯理 以心相得解脱时 灵有够佛 我说福也 为魔解言 一切众生 心向无够 亦父如是为 为幽伯理 妄想事够 无妄想事静 颠倒事够 无颠倒事静 娶我事够 不娶我事静 幽伯理 一切法生灭不住 如患如电 诸法不相待 乃自一念 不住 不晚 不住 诸法皆万见 如梦如燕 如水中月 如镜中相 以妄想生 其支持者 世民奉律 其支持者 世民善解 于是二比丘言 善至哉 是幽伯理 所不能及 持律之上 而不能说 我即答言 自舍如来 未有身文 及菩萨 能自其乐说 自便 其智慧明达 未若此也 十二比丘 以悔其处 发阿妙多罗 三妙三菩提心 作誓愿言 令一切众生 皆得誓变 故我不任 业 彼问及 我刚刚就想到了 本来要讲了没讲 结果 本来完全没准备 要讲了 讲一大堆 这个就是我们的 随缘的一种变化 我刚刚要讲了 还没有讲完就是 释迦牟尼佛 就劝这个 我都记上名字 波斯逆王 就劝波斯逆王 不要这样子处理 因为他这时候 已经占领了 摩基头国 就只有留下 他们那个 社会城 还没有占领而已 那他就跟他讲说 虽然就是你的外甥 这样子对待你 他也都去侵略那些小国 但是你看 马上看到他的自作自受 你侵略国 别人 人家也可以侵略你 那一样的 你现在战胜了 如果真正的把他的国家分掉了 他本来是想 把他所有军队都变成他的军队 那当然 波斯逆王他是很有智慧 而且很老成的 所以听了佛陀的劝说以后 然后他就说服 他的联军 然后就回归自己的国家 不要占领了 就想得到什么东西 当然这些小国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吧 都有点依依不舍 但到最后还是用佛陀所说的话 去说服这些小国的国王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阿都士王 又回到他的国家 又当了国王 他就对释迦牟尼佛 感恩的五体投地 他本来是跟 就跟提波达多是一伙的 就因为释迦牟尼佛 这样救了他 他从此 他对佛法就完全信解 所以阿都士王在世的时候 也是让佛法 可以弘扬很重要的一个助力 跟后来的阿裕王 后来那是几百年以后 他们其实都是强而有力的国家 然后也是完全的护制佛法 所以佛法要兴盛 当然是靠他的真理 但是佛法要兴盛 必须有外援助长 必须有这些大国王 强而有力的护制你 你才有机会 所以一样的 你修得再好 要广结善缘 不要随便吹牛 吹牛只会自負其短 你要感恩所有 能够护持我们的人 不要说你做什么应该 你什么没有 每一个人都在做他自己 每一个人都自作自受 那我们也是众生之一 我们自作自受 怎么说呢 你现在得事 你利用人家 如是因 如是果 你现在利用人家 指使人家 以后人家就利用你 指使你 就这么简单 那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在重要位置 我们善用人家 善用就劝请人家 劝请人家跟我叫你去做什么 不一样 劝请人家是你在抉择 我只是一个提议者 那么你好好做 是你的功德 不是因为我 我们会说 我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错了我负责 好像你很负责 但是真正错了的时候 你一定是说他做的 人就是知道莫名其妙 功都往自己身上拦 过失就往别人身上推 反过来讲 真正的修行者 过失往自己身上拦 功是往别人身上推 这个道理应该很清楚 你如果说不好的都我来 那好的都回向众生 那你会得到什么 众生都把功德回向你 所以这是真正有智慧的 真正有智慧 就是都会用对的思考方式 没有智慧就都刚好相反 想要得到好 结果都得到坏 因为你都用 不是用智慧在处理问题 都用我指我剑在处理问题 那当然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们学佛 真的一定要学到那个精衰 那个真正的道理 而不是弄半天变成说 只是在强化我 强化我的功德 我越来越有功德 我越来越有福报 我越来越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 那就完蛋了 是越修 越了悟功德 越修 越把福报回向众生 而不是我来受用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学 你大概就学对了 如果不是如是学 那你可能学错了 就好像阿多士王 他武力强大 然后野心很蓬勃 他如果福报大 野心大 他到最后 全部都他占领了 那又怎么样 像阿狱王一样 他还是要 但阿狱王到现在 我们还是念念不忘 还是怀念他 就他把真正的佛法 往外去弘扬 让佛法到现在 还能够这么兴盛 尤其像那个 他把他的儿子 送到那个斯利兰卡 现在斯利兰卡 变成南传的 最主要的根据地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真正的 最大的影响力 是用法来影响众生 所以转轮圣王 其实就是用法来 统一大众 用法来统一大众 不是用我来统一大众 用法 他不需要用武力 那一样的 我们尤其僧团 学佛的 是用法来统一大众 不是用我来统一大众 不是你的威德多高 不是用法 依法 不依人 那我们会依人 不依法 就没有把我给拿掉 你说把我拿掉 你自然会依法 不依人 当你依法 不依人 你就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为你都在说法 本来这个人很懒散的 那因为你把他讲起 讲起依法以后 他绝照到了 他就开始清静 不是因为你的影响 是因为法的影响 不要因为这个人听我话 以后变成很积极 我说你看我多厉害 那个都是往自己脸上贴近 所以真正的要依法 就慢慢把我给淡忘 不要什么都围绕着我 这样就慢慢就会 依法不依人 好 我们来看 这个优婆里 乌巴里 乌巴里 他的范文的意思 就是 灭 对质 对质 还有一个是灭思 灭思想 那这对质 灭思想 其实有一点点 我们想说 优婆里是什么 优婆里是理法师 那理法师是什么 把你头整理得漂漂亮亮 这对质 你疼头过面 他经过他修理修理 就好了 然后对质呢 这很明显的就是说 他们这个行业 最主要还是实际的行动 不是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的名字 其实也跟他的种姓 有点关系 就你不要动脑筋 你只要听话就好 说灭思 你就是一天到晚 就做打杂的工作 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 所以 当然这个优婆里 也很有意思 我们晓得 他在皇室里面 一天到晚 就是帮这些王子 那个 打理 所以他也是 算是很有能耐的 他虽然是 我们几乎可以讲贱民 因为很明显的在印度 那个理法的 打扫的 做清洁工作就贱民 贱民本来是不能翻身的 但是呢 因为优婆里 他也是从小就特别聪明 他跟这些王子都打成一片 都变成好朋友 好兄弟 虽然他是仆人 但这几个王子 都不把他当仆人看 当兄弟看 当朋友看 这也是他的福报 所以当这 我们说释迦牟尼佛 他先出家了 然后成佛了 回来这八大王子 剩下七大了 七大就看佛陀 哇 这个本来只是 一个小国里面的王子而已 现在变成 连这些大国的 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些大王 都要顶礼他 哇 那当然身份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 而且 一个人成佛 有那种智慧啊 还有散发出来的慈悲啊 那个定力啊 那个社福力 当然是更强 所以这几个堂兄弟 你看他回来 就都发心要出家 一下就要出家 这个优伯尼就没戏唱了 这个 这些王子都要去出家 然后他也就 王子出家 当然就要舍弃很多东西 他跟优伯尼特别好 所以把他们喜欢的东西 不带去的 就通通送给优伯尼 优伯尼要送他们的时候 我想一想说 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要 我要他干什么 这个又是有智慧了 又是有智慧了 那他们要去出家 我是能够跟着去 我就送陪他们吧 我来拜见一下 释迦牟尼佛 结果 他们真的是好兄弟 那七个王子呢 就心里面有这样共识 因为他们都跟尤伯尼很好 说如果我们先被剃度 你才被剃度 你还是我们的下面的人 那现在让你先剃度吧 结果这优伯尼就比七王子更早剃度 他就是大师兄 这个都是姻缘在说法 那姻缘常常就过去的善业 过去的善业成熟 就会有善的姻缘出现 所以优伯尼就这样出家 不仅仅出家 比七王子 都是要称他师兄 那这个就是他不简单的地方 所以他后来 你看他把 因为他对自我要求很高 所以刚刚那个对峙啊 灭尸 其实也跟他的行为有关 他对自我要求很高 所以对自己的所有行为 都要求很严谨 所以他就结习戒律 我们说经律论 律就是优伯尼结极的 因为他本身做得完全如实如理 变成表率 所以谁都不敢说什么 要讲守戒 要讲自我要求 要讲依法奉持 他都摆第一 所以他来结局立藏 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就这样子 因缘就这个样子 那因为他修行戒律 修得特别好 所以大家在戒律上的问题 都去找他 因为道理佛陀是佛陀 我们也都会有这种想法 这个小问题 我们不需要去惹麻烦 不需要去惊动上面的人 我们私下请教优伯尼就好了 就这样来的 所以戒律上的 行为上的 优伯尼是长老 他们只要有什么矛盾 什么都会请教他 自己的行为不清静 要忏悔 也是找他忏悔 所以当然就有这一出戏 所以优伯尼就跟佛陀说 师尊 我没有资格去 我真的没有能力代表你去 为什么呢 他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有两个比丘 他犯了律刑 就是说 说不行 结果他们错了 结果行为不符合律 律 自己也发觉自己错了 所以感到很羞耻 这种羞耻 不敢去 找佛 发露 因为 不敢 那这种不敢 其实我们也都过来人 因为以前学的时候也是一样 有时候行为不太好 但也不敢直接自己去找上师 忏悔 就找几个好的师兄弟 发露一下 我想我们大概也都会有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这两个犯了律刑的比丘 就来问我说 喂 优伯里 我们两个犯了戒 我们都已经心里面很难过 也觉得以此为耻辱 就我们做不好 没有做好事 没有守好戒利 所以 但是呢 我们不敢去找佛 所以我们来请教你 我们该怎么样子 才能够解决我们的 遗旧犹豫 你为什么会换戒 就在做的当下 你的观念搞不清楚 是这样子呢 还是那样子 这样有 有 有关系吗 有那么严重吗 结果没有那么严重 做下去就证明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 都是 讲投机心也可以 讲没有绝招也可以 如果用现在来讲 照见无印 你如果谁是照见无印 你做什么行为 都照见无印 那你就不会乱做 不会乱想 不会起什么动机 就想要去满足 不要决定什么 就以为是那个样子 所以 照见无印 真的是 声波热 是真正的产生 最深的智慧 的一个最直接的法门 我们现在都不用这个 都宁可用那些 很肤浅 很表象的功课 结果弄半天 会发觉 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 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 你如果一直都用对的方法 久而久之 你就会掌握到 什么对 对 什么结果 你如果一直用 那个相似法 你弄半天 你体验不到 修这个法 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久而久之 就越来越没信心 不是越来越有信心 是越来越没信心 尤其到 老病史 现前的时候 你更没有信心 你如果有 政治正见 就在老病史里面 让你智慧 更提升 因为有很多东西 就是在我们离开的 那个理所当然以后 这时候你才会去面对 我们现在健康 认为健康理所当然 那当你发觉 突然牙齿痛了 突然 血压有点飙高 做什么好像不太听自己 这时候你才会 回来老实地 在面对你自己 一样我们吃东西 也是一样 其实吃自己 对自己身体 很糟糕的食物 你现在还 堪忍 堪瘦的时候 不以为意 但是哪一天 到那个瓶颈的时候 到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 后悔 已经来不及 就好像高血压 当然现在有很多 高血压的 药可以吃 什么三高都能够对质 好像有效 但是事实上 其实你从此 大概就跟药在一起 你从此 你的绝招力 就降低 你的自主性 就降低 你非得靠它不可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 真正修行 是什么都不靠 才能自在 怎么你越修 靠得越多 药越吃越多 不吃就不行 那你会自在吗 当然就不自在 虽然你的生命 看起来好像 没有大问题 但是你的 整个生命的能量 其实已经打了 很大的折扣 不要走到那一天 才后悔 现在我们 还是一样 行所当行 直所当止 对我们身心 不健康的 尽量的不要 不要去接触 最严重 比如说抽烟 甚至吸毒喝酒 这刚开始 也都没什么事 不仅仅没什么事 还可以得到乐趣 觉得很有趣 身体很爽 有很好的接受 刚开始是这个样子 但是 那个法性上 就证明 那个是在破坏 你的身体的平衡 跟心境 积累到某一个程度 你就做不了主 都一样 喝酒到就中酒毒 抽烟上了瘾 吸毒那更是 太容易上瘾 所以这些 连碰都不要碰 好 那当然 对我们讲这些没有用 因为我们都不碰那些 好 那么 一样 希望长老 你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能够解除我们的 怀疑 恐惧 后悔 能够摆脱这样子的过失 那个旧就是过失的意思 那我听这个 两个比丘来跟我忏悔 跟我发露 当我就依着法来跟他们解说 佛是怎么说的 要怎么样才对 怎么样才对 那为了要 就是 清净你的罪业 你应该要 做什么法 做什么寂寞 用什么方式来对峙 我们所犯的罪 包括我们现在 譬如说 动不动 就是拜大悲忏 拜什么忏 拜什么 这个都是 好像如法的一种解决 但是 闻蒙节这时候就过来了 我们以为告诉他 用什么法可以解决他的罪过 可以修复他的戒体 闻蒙节这时候就过来了 你不要这样子 他们都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心里都已经在忏悔 在难过了 你还要用这种方式 来让他们永远记住他的罪过 永远认为做这些犯这些罪 是很严重的 一定要修什么法 才能忏除 才能够消业障 你不仅仅没有淡化 没有减轻他们心里的罪恶感 你反而 讲重征也可以 讲重征也可以 两个解释都可以 透过你这样教他们修 他们的罪恶感更深 透过你这样修 他本来中第一支箭 你照你的方法 就中第二支箭 重 变成重复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自作聪明 这是佛法 所以你知道 要怎么做怎么做 弄半天都无敌放食 你要有罪像 你认为有罪够 那应该要来探讨 它是污染在什么地方 它是长得什么样子 先从像了解 先从够了解 远离够 那不着像 但是远离够 够有够像吗 什么是够呢 所以实相的修法 疗异的修法 究竟的修法 都不是这样修的 但是我们因为 着我顾 着相顾 就是这些 有模有样 有形有相 都跟你特别相应 而且你特别有信心 这个也就是 我们着相的结果 你着相 那就会特别去强了 向的作用 你若不着相 你就不会落在 向上打转 是一样 你喜欢造作 那就会停留在 造作里面 我一定要精进 我一定要猛力地修 一定要修多少 才能够消我的业障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就在这里面 它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不是善性循环 这一次犯一个错 念七天 结果 又犯了 你要念几天 你会 要越吃越重 否则你心不安 所以着相 到最后越着相 那我们佛法 一个最究竟的就是 要我们不着相 所以千万不要用着相的方式 要来解决相 没有要你否定相 但是你若用相的方式 要来解决 那叫着相 不仅仅没有照见 诸相非相 所有相 都要用相来 重真 重真 都要用相来对峙 相怎么能对峙相 就好像我们用妄想 怎么对峙我们的妄想 要对峙妄想 就让妄想起不了作用 就真正的对峙 真正的对峙 要拿什么念头来取代 来对抗它 没有 不需要了 那完全错的方向 所以我们回到 不断地强调 回到绝照 才是真正的殊胜归零 而不是我提起正念 我本来在打望想 我赶快要念 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用这个 那就永远没完没了 而我起妄想 好 我这看着妄想 我也不用照做什么 那妄想被我一看 就不见了 就站不住脚 还要对峙什么 不需要了 所以真的 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讲末法 就越来越着想 所以法门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都越来越精进 好像都很精进 但是都用散乱颠倒心 就精进半天 不是一个精进 是一个大混蛋 就整个大混乱了 这样解脱不了了 身心也不能真正的平静 所以他就马上提到 你应该要直接除掉他的罪恶感 除掉他 认为他患了罪 罪障深重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把他 这种不安的心 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要把他直接去掉 千万不要乱上争乱 勿扰其心 他现在心已经不安了 已经够困扰了 结果你又用很多东西 让他心有压力 有困扰 就着想修行了 弄半天就其实越修 越糊涂了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 好 你说我犯了罪 那你应该去问他说 你犯了罪 罪长得什么样子 罪他的体性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一问以后 他可能就慢慢地 针对他的行为去做观照 针对他做错的事去做观照 他才能观照到他错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犯这个错 然后下一次 要能不犯 才有一个准备 因为当你的身心落入 那样之间的时候 他就准备犯戒了 准备犯错了 当你看到那儿 你会提醒自己 接下去就要犯戒了 你若犯戒犯得莫名其妙 下一次还是一样 莫名其妙再犯戒 就莫名其妙 第一次 甚至可以讲 第一次是因为没有绝照而犯 第二次一样 因为不懂而犯 第三次因为习惯而犯 我都犯一次犯两次了 他就会有第三次 所以修行一定要到这儿 一定要反过来 不要让他变成习性 要怎么样不让他变成习性 那意识其种子的时候 不要随顺他 他就不会变成习性 然后你要根本解决他呢 要随时保持绝照力 保持升官因言 这样子才不会落到惯性的错误里面去 就业力习气 只有这样子才能慢慢出离业障 你如果没有提起绝照 那我们因为没有绝照顾 所以永远都在意识流里面打转 你转不了的啦 你转不了 所以你就知道 学佛提起绝照有重要 有多重要 多根本 最根本 最根本的 因为绝照 依着你的清净心 诗句绝照呢 还有意识 还有身 就依着你的夜报身 依着你的夜细 夜历习气再跑 所以你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 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要坐在那边就打瞌睡 坐在那边 就要用你本来就有的绝照力 本来就有的绝照力 不是分别心 不是妄想 不是念头 都不是 先把这个给找到 有那么难找吗 现在我们静静地在那边 一念不生 这就是你的绝照力 每个当下都有 当你不打妄想的时候 绝照力就在 当你不打妄想 然后又不落 打妄想就是散乱嘛 那个不打妄想 然后落入分层 只要离开散乱分层 就是你绝照的当下 你现在也没有想睡觉 也没有在打妄想 那就是你的绝照 但是因为还有习气 业力在 所以你这份绝照 虽然有 不是那么有力量 因为我们还没有 真正把它 我们说发菩利心 其实就是把这个绝照力 开发出来 叫发菩利心 我们现在都把它解释成 发菩利心就是要去 饶育众生还要去什么 你自救都不行了 你饶育什么众生 所以不要唱高调 还是回来的 真正的修波仁行 就是先照见自己 真正的 那你当你在照见五蕴的时候 是谁在照 谁在照见 对不对 是谁在照见 就是你的佛性在照见 你本具的如来智慧在照见 而我们习惯是谁在照见 我指我见在照见 那不是照见 那是随顺习气流 根本就没有照见 照见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这边慢慢的 我们如果分得清楚 你学佛慢慢就会上路 因为不会在不对里面 一直在那边挣扎 一直在那边重复 不断地复制错误的 我常常讲说 你再错一百个错 不会变成对 你知道我错了 才有可能对 如果你还以为这样没有错 那一百个一千个 都不会变成对 所以用意识 永远不会真正的对 我不能说你永远错 因为意识也没有离开绝照 意识异父没有离开绝照 那只是意识能量大的 绝照起不了作用 不是没有绝照 如果我们没有绝照 我们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听东西也听不清楚 所以这里面不是要离开意识 去找绝照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要修声波的 要照见五蜜皆空 慢慢地在这里面看到了 绝照就在这里面 你刚开始先把它看到 以前以为理所当然 现在先把它看到 怎么莫名其妙 怎么是这个样子 然后才能够从那里面 没有离开它 即那个妄想 看到了绝照力 怎么说 照见五蜜的 照见的五蜜空性 空性就是绝照力 照见五蜜皆空 那空性就是绝照力 照见五蜜皆空 不是照见五蜜不见的 如果照见五蜜不见的 就没有绝照力 你现在坐在这边 怎么可能五蜜不见呢 很明显就没有绝照力 当然五蜜不见 我们睡着了就五蜜不见了 所以这里面很细微 但是我们很不容易搞清楚 但是你只要弄对的方式 不断地训练 你就越来越清楚 不是要否定什么 更不是要肯定什么 不是要丢掉什么 更不是要抓住什么 本来那些都通通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但是我们习惯会以为它是真 然后再就把假当成真 你就活在自以为真里面 所以还是一样叫便迹所值 我们所存的世纪 世界都是便迹所值 都是我执着的习惯业力 所招感 所显现 所反应 那要照见五蜜皆空 就慢慢去训练 慢慢去训练一他起 所有现象都是因缘所生 从这个地方客观地去看 那到最后呢 很明显的 那便迹所值 也没有离开我 也无我可得 一他起 也没有象可得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这样 有也是一针 空也是一针 缘起是一针 性空是一针 这个叫缘成实 叫一针法界 你修半天 你还是要用你的绝兆力 绝兆力越强了以后呢 你一切都能够如理思维 就能够行八正道 如果能行八正道的时候 那当然就能够正裂盘 你都不行八正道 什么是八正道 就你的身口意全部都对 都如理的 不是要你身口意否定掉 都如理 那如理是如哪一个理 如实相理 如无我理 如信空理 如缘起理 这里面没有我的无名主宰 在里面作怪 这样慢慢才能够对 好 你回到心 一念不生 保持这一面空跟明 然后这个空跟明不是死极的 是变满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份能量 跟诸佛菩萨打成一片 跟法界无恶无别 你一切业障分别 呼 呼 嗯